好嘞 妳來關心 2月1號新克立委即將走馬上任 那麼在昨天立法院也已經抽出了委員們的辦公室 而韓國瑜他抽到的就是在青島二館的3506高家瑜的辦公室 那我們走進去帶您來看 其實這一間辦公室可以看到它的牆面是七成高家瑜最喜歡的粉紅色 而且也可以看到這整間辦公室的東西 其實是零零散散的 不管是袋裝或者是香裝 就已經有明顯的打包的痕跡 可是就有資深媒體人黃陽明就表示說 這一間辦公室其實歷屆的委員都無法成功連任 但高家瑜怎麼說 我們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很多人說因為這個有魔咒 如果韓國瑜這一次落馬 可能就是因為抽中這間辦公室的原因 但我覺得這些都只是穿著附和的說法 因為其實最主要還是在於說 在立法院需要一個怎麼樣的立法院院長 那韓國瑜其實他之前說 而立法院未來就是要堅持中華民國憲法下的九二共識 我想這點絕對不是台灣人民所認同 也不是多數台灣人民所支持的 光是韓國瑜這樣的說法我覺得就不適任作為立法院長的代表 我們可以聽到高家瑜是認為這個風水的說法只是一個穿著附會的說法 因為他認為韓國瑜一些想法像是針對九二共識的認同 就只是一個他自己的認同針對這一次適合擔任立委 而就被問到說他辦公室裡面有什麼東西是適合傳承留下來給韓國瑜的 高家瑜就表示說除了祝福之外 其實他辦公室裡面還有很多把槍可以 韓國瑜可以自己挑一把自己喜歡的 因為他認為不管是民生的議題 或者是對中共炮口都應該要 一致向外 以上是目前最新